咳咳咳咳 哈喽大家好我是Joy 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 就是想来和你们分享一下 在澳洲留学的话 一个月的固定生活开销 需要多少钱 那这支视频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给即将来澳洲念书的 学弟学妹提供一些帮助 给你们一些参考意见 首先呢给你们交代一下背景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 叫做阿德莱德阿德雷 是南澳的首府 也是澳洲的第五大城市 虽然说它是第五大城市 但是呢和西宁摩尔本相比 还是差远了 所以说这支视频得出的结论 都是基于阿德莱德这座城市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直接告诉你结论 一个月的固定开销呢 要1200刀 我这里所说的固定开销 就是指三个部分 就是你没办法节约掉这个钱 一定会支出的 就是租房 吃饭 交通通信 那就以我自己来说的话 租房是150刀每周 吃饭是120刀每周 交通的话是50刀每个月 然后电话费的话是40刀每个月 这些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200刀每个月 那就这三大项呢 我想先详细介绍一下租房 因为租房也是刚来澳洲的小白 最难搞定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租房的价格呢 可以是160刀到300刀每周 为什么这个价格差这么大呢 因为在澳洲的留学生 租房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种就是整租 就是你把一整个房子都租下来 然后呢 再把多余的房间出租给别人 第二种呢 就是分租 这就是你只是单独租一个卧室 然后呢和别的室友一起共用洗手间 卫生洗手间和厨房 第三种呢就是学生公寓 大部分都是这种一人间的studio 就是一人间的工作室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寄宿家庭 叫做homestay 就是你和澳洲当地的一家人一起生活 一般他们是会包你一天两到三餐 那我现在呢先介绍一下整租和分租的部分 整租和分租呢 就是大部分在阿德的留学生都会选择 在这个网站阿德来的BBS上找房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整租 整租的话呢 价格一般是在120到210到每周 然后210呢 是因为它是在市中心 就是在CBD的地方 那它的吃饭阿 生活都会比较方便 而且呢就是离学校比较近 可以步行或者是坐室内免费的公交去上学 除此之外呢 水电网费大约是20到每周 就是BBS 那加在一起的话 整租的费用大概在140到230到每周 除此以外呢 整租大部分是不带家具的 家具需要你自己买 那绝大多数的留学生会选择购买二手家具 然后等到退租的时候呢 再把这部分家具出售出去 所以说这个前后的价格不会差太大 我们就不把它寄在租房的费用里面 需要的家具呢 大概就是冰箱洗衣机 微波炉 餐厅的餐桌餐椅 然后卧室的床 书桌椅这样 那我们就来这个阿德莱德BBS上看一下 整租的价格 还有它的房子都长什么样子 就随便点开一个找一下 比如说这个刚发出来的 480刀有5间房 没有家具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房子 里面是什么样的 你看到这个图片上的家具 都是没有的 需要你自己去买 然后看一下它 这里公交还行挺方便的 然后没有家具 是12个月的租期 后面一个是500刀 一周四间房 总的来说呢 整租的话 优点就是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和朋友们一起住 就会比较开心 然后比较有家的感觉 或者呢 你也可以选择当二房东 把多余的房间出租给别人 然后就稍微的加一些价 出租给别人 然后呢 也比较自由 不受约束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你需要自己去购买家具 然后也需要自己去开通水电网 还有就是租期比较长 一般是12个月起租 现在我们再了解一下分租 分租的价格呢 大概是160到250刀每周 也是一样 250刀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市区CBD的地方 所以它的租金就比较高 我们就还在这个网站上看一下分租的价格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150刀每周 然后145刀每周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呢 这个房子是150刀加Sherbills 那差不多170每周 我们看它的房间长什么样 基本上这种就算一个标配 这里一定是还有一个就是给你放衣服的 一个衣柜 一张床 一个书桌 一个书架 有的房间会比这个大一些 有的也是那或者是那种有独立卫生间的 那那种价格也会高一些 那总的来说分租的优点呢 就是价格便宜 比较省事 可以拎包入住 但是缺点呢 就是需要和别人共同用厨房卫生间 还有就是不能选择室友 现在我们再了解一下学生公寓 学生公寓呢 大部分是靠近学校 也是在CBD的地方 然后呢 一人间的studio 就是工作室那样的呢 租金大约是在265刀每周 那我们现在也来了解一下 看一下这个网站 我们再来看一下学生公寓 大部分人会选择的呢 就是这种一人间的studio 我们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这个价格是265 285 它是有中文的 265到285 它其实就是这样 这是一进门的地方 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厕所 然后这边是衣柜 一张床 然后这里面有做饭的地方 但是呢 它的那个灶台会非常的小 不适合在房间里面做饭 总结一下 学生公寓的优点呢 就是靠近学校比较方便 私密性比较好 缺点呢 就是贵 还有不适合做饭 最后呢 再介绍一下寄宿家庭 就是homestay 这种呢 一般是你和澳洲当地的一家人一起生活 然后呢 他们会包你一天的两到三餐 同样的 我们也来这个网站上看一下 还有它的房间 然后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均价 这个的话是包三餐 是325 然后这种是295 包两餐 我们再看看它的房子大概是 什么样子的 这上面也能看到 基本上是在300 或者是270到300之间 有一些这个150刀的 然后有200刀的 就有点不太正常 这个太便宜了 嗯 最后还是不要选这么便宜的 然后280 270 300 260 差不多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所以说寄宿家庭的优点呢 第一个就是包食宿 不用自己做饭 第二个就是可以学习当地的文化 然后有一个全英文的语言环境 对于你的口语啊 听力啊什么的就比较有帮助 缺点呢 第一个就是不自由受约束 你毕竟是住在别人家里嘛 多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 嗯 被管住的感觉 第二点就是 可能很难适应澳洲的食物 就这么说吧 虽然它是包两到三餐 但是澳洲人做饭呢 要么就是炸鸡 汉堡 或者三明治 牛排 如果点完卖的话呢 就是披萨啊 肯德基 麦当劳 你一个中国味 你天天吃也受不了 所以说 嗯 一半的情况会需要你自己解决你的饭 你自己做啊 或者你在外面吃 嗯 住宿的部分说完了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吃饭的部分 其实澳洲的物价 那相对于工资水平来说呢 不算高 但是对于没有任何收入的留学生来说 任何的澳币换成人民币都觉得贵 啊 那吃饭的话 如果是你自己去超市买菜做饭 一餐下来差不多要六到七刀 如果说去外面吃一个减餐 比如说点个盖浇饭啊 或者点一份面条啊 大约是在十二刀 嗯 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想要和小伙伴一起出去吃个烧烤啊 吃个火锅啊 那这肯定就会贵一下了 总的来说一周吃饭的费用在一百二十刀 然后呢 就是出行 先不讨论买车的情况 留学生呢 可以办理他的公交卡 就叫做Metrocard 然后你用大学的学生证就可以去办理有优惠的月票 嗯 28天50刀 可以不限次数不限时段的去做公交 最后呢就是电话费 这边有三大运营商 嗯 Telstra Vodafone 和Optus 其实这几家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就我自己而言的话呢 我每个月的电话费是40刀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可以对即将要来澳洲的小伙伴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评论 如果我看到的话 我就会尽力为你解答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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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